像這樣一片的蛋片 我們打包切割 我們就可以做兩隻 我們現在蛋片的數量 我們叫掃割 切開整顆蛋殼 像這種完整的蛋殼 經過畫線切割 像這樣一塊500公克的重量 我們先切出刀餅 做出來打包打關 我們就可以打造一把 像我們在金門 很多像這種報廢的砲彈 政府施不管自的 像我們在金門 就有專門在 像這種報廢的砲彈回收場 一般像我們砲彈 打出來的粗飛整隻就黑色的 像我們的地板 是不是打這種黑色粗飛 我們還需要經過 繼續做拋光 粗飛需要拋光 拋光之後它就變亮了 還要再做防鏽處理 熱處理 打傷傷標的 來 先看是不是打刀餅的部分 像我們金門的砲彈鋼刀有名的地方 就是我們當時本身好切那一刀耐磨 那一般我們家用 切刀剁刀 我們還是要分開 像我們切在刀一半 出的比較薄一點 像這種就不能來剁骨頭 那好的鋼刀也是正常來做使用的 早期我們在做鋼刀 早期都是手工的 所以刀餅圖本都是做接的 像那木頭的 就比較容易脫落 那我們像這木頭鋼刀 我們現在漸漸淘汰掉 好 現在是不記得我們的刀片 我們現在最新一代 我們改良過的刀餅 我們都是改做這種鋼餅的 像我們這種鋼餅一體成型的刀餅 每個地方用久 就比較不會斷掉 那我們這邊是簡單的展示場 所以像地板是打這種出飛 那還需要送到總工廠 我們再另外一階就處理 那工廠裡面會可以做個介紹 讓它了解一下 那我們看成品的話 來那前面的成品區 我們外面有空調 比較不會那麼熱 來那我們各個地方 我們要看成品的話 那我們就可以直接往外面的成品展示區 我們來做參觀 來看成品 前面都可以看 前面都可以做參觀 還會不會太難看 最後一個節目 我們要看成品 現在又講 那它是很重要的 來看成品 在那邊 這位 最好的 天啊 會不會做 在做什麼呀 他們在做什麼呀 他們在做什麼 你們看得出飯啊 他們在做菜刀 他們在做菜刀 谢谢大家